这次新闻影响到全马来西亚的人民 虽然这边所讲的是那个继承遗产 就是说那些无遗住的 没有利益住的 私生只能够继承遗产 之前我们的那个法庭的态度就是 私生是非法的 那么不能够继承这个遗产 什么叫私生只呢 我就解释一下 大年初一就下大雨 一直下一下 现在也是一点细细雨 天还是黑黑的 要紧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这个关于私生只能继承遗产这个课题 那么所谓的私生只呢 就是说分外产子 就是父母亲是没有注册借分的 那么生下的孩子全部叫做私生只 私生只在马来西亚是当作非法的孩子 非法的孩子并不是说你没有生存 就是说没有认可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 所以这种情况呢 出现了对孩子当然是非常不利 对父母亲是没有什么关系 尤其是在继承这个遗产方面 就一个很大的争论性的 那么在以往呢 法庭的态度就是 私生只因为既然是非法 delegitimate 那么他们就不能够继承父母亲的遗产 除非有遗住 遗住是另外一个客厅啊 另外论 外面雨越下越大了 所以就要躲进城里面了 可以继续讲吗 可以我们就继续讲吧 所以呢 私生只不能够继承遗住 不能够继承遗产 除非有遗住 遗住当然另外论啊 所以现在讲到那个关于法庭 法庭一般上他们的态度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呢 有涉及到一些非法的东西 非法的元素呢 法庭就不受理的 那么包括这种好所谓的私生只 私生只因为本身就是一个 不受到法律认可的产品 所以这样情况之下呢 他就丧失这个潜力了 不能够到法庭去 诉求要分那个父母亲的遗产 所以当然这个是一种嫉妒的可悲 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在这个病患性的判刑里面呢 那个大法官呢 林田传他就说 在法律上人人平等 他说在这个我们的联邦宪法 第八条那边说他们就是人人平等 在这个诉讼之中呢 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子 她是那个一个富商的私生只 那么她就富商就这样子没有立意住之下过世了 过世之后呢 她就采取这个法律行动到高庭去争取 她所应得的那一部分的遗产 那么高庭那边呢 就一般的惯例 就是不批准她争取这一部分的那个遗产 那么她就败诉了 所以之后就上诉上诉到那个联邦法院去 之中还有一个上诉庭 你看从那个高庭上诉 知道那个上诉庭 上诉庭再上去就是联邦法院 但是我是根据这个报道 这个报道并没有报道关于那个上诉庭 是怎样做判决 不过不管怎样 现在照联邦法院这个是最重的 那么联邦法院呢 就说孩子并没有所谓分非法合法 就说我们的法律里面并没有分孩子 是属于非法的孩子 还是合法的孩子 孩子就是孩子了 私生子或者在分内产子的那些都是孩子 孩子就是孩子了 所以她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私生子肯定跟其他孩子一样的 相有同等的权利 来得到她所应得的那一部分的遗产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联邦法院这个一判下去呢 就好像说我们的法律有一个定论在这边了 所以以后类似的情况呢 有私生子要争取财产呢 我们到法庭去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说这个联邦法院的判决 这样子我们会告诉高庭的法官 有这样的判决了 所以你必须要跟了 跟着联邦法院判决 所以我的当事人私生子 如果我的当事人私生子 那么就有全力争取她所应得的那一部分 那么高庭的法官呢 是不可以拒绝的 这样子也好 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私生子或者不是私生子呢 并不是那个孩子自己本身所决定的 所以不能够把它分成两个等级 对那个孩子本身是非常不公平的 OK 拜拜 新年快乐